过渡在艳阳下腹晒容易有晒伤、晒脑、发炎等现象 部分止肉肌与肘召肌患者在选择防晒时采雷 不是刺激皮肤就是长痘 而敏感肌与痘痘肌患者若毋庸不合适防晒产品容易影响肌肤 更会让痘痘恶化 腹晒某个意义上就是光线造成的光跟热伤害 我们先谈光好了 光你就会造成我们DNA的伤害 所以它会有将来的现在立刻的变黑 然后将来的皮肤害 然后这个伤害它会让你的皮肤变得比较干燥 那干燥就可能堵塞 堵塞就会缺油、缺水 然后你会长青春痘 所以晒伤以后你会发现自己会出小疹子 然后你的皮肤会变黑 许多民众擦了防晒 人感觉皮肤干燥、老化、而且痘痘、粉刺不断冒出来 特别在夏天出油的肌肤若无法顺利代谢油脂与水分 皮肤又油、又干、又红的复合现象 让防晒与青春痘的纠缠是许多民众夏天的困扰 基本上夏天一定会出油、出汗 那你可以发现你大量出油、出汗的在额头旁边这里 基本上不太长痘 主要长痘还是在这边或者在两颊这里 所以这个状态下你可以知道你的出油、出汗不是问题 堵塞才是长痘的问题 因此如果你回过头用肌肤监测角度去看这件事 我们会建议你去跑步 然后让那些疹子、那些汗疹能够好好的顺利的代谢出来 然后不要擦一些乱七八糟的防晒东西去堵塞它 在夏天避免皮肤晒伤以及保持皮肤代谢顺畅 民众以养成正确清洁习惯 选择物理性必赛措施 例如撑闪或长袖衣物 若皮肤出现异常发红、干燥、冒痘增加等现象 应尽早就医检查 透过肌肤监测浮况 帮助肌肤自然代谢 TDN 生物中心综合报导 桥报导 桥切 桥 桥桥